连接淡水与巴黎两岸的重要交通建设关渡大桥使用了36年 将要进行大整修工程 而立委吕森林表示过去全力争取预算 但是期间经过多次流标 要求最佳预算到2.5亿元 终于在今年决标 补偿工程将会在未来的两年内完工 连接淡水与巴黎两岸的重要交通建设关渡大桥 从民国72年完工通车到现在已经使用了36年的时间 而当时的设计与现行的公路桥梁耐震设计规范都有所不同 加上关渡大桥刚经出现的秀石情况 许多民众担心结构已经受损 前年交通部公路总局成立了1.7亿元的修缮预算 经过6次的流标 今年1月终于可以绝标 将可以开始进行修缮工程 关渡大桥从72年开通以来 这个都是扮演着我们淡水跟巴黎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 那这个因为当初的设计跟现在的车流量 其实已经不服使用了 那所以呢我在中央也争取了1比2亿多的经费 希望来做这个修缮 那让大家能够在针对关渡大桥上面能够行得安心 立委吕顺林表示过去全力争取预算 要求交通部尽快办理关渡大桥耐震补强工程 期间经过了多次流标 要求追加预算到2.5亿元 终于在今年1月关渡大桥的耐震改善 及维修补强工程完成绝标 关渡大桥从民国72年开通以来 其实就没有针对这个关渡大桥的 这个整座桥体来做耐震补强 所以我在中央也争取了1比2亿多的经费 希望就是能够为我们的耐震补强来做一个加强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这个耐震补强之后呢 能够行得安心 立委表示这一次关渡大桥的大销工程 将重点会放在耐震补强的部分 而未来关渡大桥的耐震工程 将会在2年内来完工 届时将可以让淡水和两岸生活圈 将会串联也更加紧密 也让淡水北海岸巴里 还有西滨沿岸的居民进出 可以更加安全便利 自己的许段一 淡水才玩不到